因为我们落后部署 所以这一波疫情挡不住了 那么干脆来操作一个什么样的波段 用这种方法让死亡人数 染疫人数大量增加 在六七月把它消化掉 剩下比较健康的 自然染疫以后不会造成重症 存留下来的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然后让台湾的人口留下来的 是比较能够抵抗病毒的 因为比较能够抵抗病毒 再加上疫苗造成一个群体免疫 所以感染率跟死亡率 就会逐渐下降 到八九月下降 刚好配合大笨中 宣布成功的控制疫情 是防疫的英雄 然后站出来选台北 我听一听觉得毛骨醒来 但是我看现在台湾的疫情 确实是用这个方法在操作的 这一切操纵 包括今天的疫情在内 包括大笨中要选哪里 背后其实只有一个背后铃 就是那个38年的大骗子蔡同学 而蔡同学所有布局脑袋里面 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怎么样让她的论文们 能够蒙混过关 其他都是假的 台湾还有个问题 潘建制医师说 PCR排队等太久 接受过筛检的人太少 就再加上快筛来凑数 还是没有检查到的黑数 非常的多 那么确诊人数是低估的 所以这个是事实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因为我在台湾有很多朋友说 在台湾会出现很多黑数的原因是因为 总归一句话 就是不信任政府 还有这政府 无三小路用 你确诊了 你通报了 你又能怎样 你不能怎样 那我告诉你干嘛呢 省得我被标签 省得我这个 这个那个的 我在家里面我说过嘛 你确诊了 你告诉政府通报了以后 一天到晚被他骚扰 除此之外你有什么好处 那你跑到医院去 你还在外面急诊室等个五六个小时 从38度烧到40度 你都还等不到病床 那你通报还干嘛呢 还不如在家里自求多福 对不对 洗水水澡喝热水 维他命C维他命D3维他命E之类的 没错吧 好 那再来 台湾呢 最近两周的确诊人数呈现高原期 谁星期在起伏 星期几 那么是因为金字塔上面三分之一尖端的部分 超过检验量呢 被裁掉了 也就是说 总是啦 就是有很多 呃黑数 这是可见的 那我们来看潘建制医师说的 他说呢 我们每天PCR一天最多可以做到22万人次 大概是每1000个人每天做10个 但事实上做不了这么多 所以当这些基本数字都失真的时候 如何能够正确的实行防疫政策 这个22万次只是大分钟拿来 拿来美化 让大家觉得我政府有备而来 你真正去试试看 看你要排多久 好再来 他说拿澳洲比 他说给了几个图会比较清楚 事实上和先进国家高峰比较起来的时候 他说比方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 这个新加坡纽西兰澳洲香港台湾比起来 台湾的PCR检测数都太少 阳性率太高 他说这个一比较之下的图形简直就是圣母风了 好 好 那我们看看 很简单 检查的人数 如果少 那当然确诊的人数就会少吗 没错吧 但是 这样子做就会让整体的数字比较好看吗 也就是说 我不要提供足够的检查的这个PCR的量能 就会让大家很难检查到 很难检查到就很难会阳性 所以阳性的人数就会变少 这是第一个黑数 还有呢 他说这样子状况真的能够让数字好看吗 他说那不见得 因为台湾5月那一波死亡 所谓的死亡占个案的比例叫Case Fidelity Rate高达百分之 这个地方你就露线了 为什么 因为染疫的人数你可以透过这种PCR检测很少 所以能检测到的人很少 或者是检测的人通报 而让他的染疫数字比较好看 但是 死亡的人是造不了假的 就是死的人不会活过来 也不会说你不说他 你说他不死他就不会死 所以当分子真实反映真实的情况 而分母是被低估的时候 死亡率就会高 5%的死亡率是很可怕的高 我是说真的 现在此刻全世界 因为Omicron COVID-19 一直从什么Delta 一直下来 到今天为止 是一个慢慢 致死率降低 传播率增高的病毒 就是我讲过 因为病毒学乖了 跟孙中山学了吧 知道说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病毒全体之生活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病毒剂起之生命 所以他们决定了不要这么刚烈 要慢慢的活慢慢的传播 所以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我不确定 我没有找到数据我不敢乱开口 但是这个Case Fidelity Rate 就是死亡占个案的比例高达5% 是很高很离谱的离谱了 好每确诊100个人会死5个 这很恐怖哎这非常恐怖哎比例真的很高哎好 那么他说这个东西 潘建制一直说这根本是个耻辱 好有人会说啊那是因为都是慢性病啊 我想请问你 美国就没有慢性病吗 美国10个人有8个是胖子胖到那个你知道飞机的位置坐不下 那一身的病啊所以台湾人的慢性病没有特别厉害好 所以不要拿这种东西来搪塞啊好 所以潘建制医师说这个死亡率这么高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真的死亡的人数真的很高 另外一个就是分母因为有很多黑数 所以确诊人数被低估了因为分母小所以比例就会上升好这只有两种可能性 所以他说如果分母小黑数小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诊断出来那么今年的数字超过80%的阳性率 他觉得这也是一个耻辱 就是说这个case fidelity rate就是说这个死亡率5%还有筛减出阳性的比率80%这两个数字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那么这原因都是出在他的分母有太多的这个黑数所以让分母变小所以百分比就上升好那么潘建制医师他的结论是疫情这波什么时候会下降 这样的他觉得会下降但是不会消失有问题要改正下一波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才可以从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好现在呢 有人说 呃台湾的疫情是一个政治的阴谋结果 就是说 明明知道因为我们超超落后部署所以这一波疫情挡不住了 那么干脆来操作一个什么样的波段呢 就是让 讲白一点 把人家洗不掉要四斤四斤四斤 用这种方法让 死亡人数染疫人数大量增加在六七月把它消化掉 然后让这个死亡人数增多 让人口里面 比较不健康的 淘汰掉 剩下比较健康的 自然染疫以后 不会造成重症 存留下来的 有点达尔文的natural selection的味道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然后让台湾的人口留下来的是比较能够抵抗病毒的 因为比较能够抵抗病毒再加上疫苗 造成一个群体免疫 所以这个感染率跟死亡率就会逐渐到高峰之后就慢慢下降 到什么时候下降呢 到89月下降 刚好配合大笨中 宣布成功的控制疫情是防疫的英雄 然后站出来选台北市长 我听一听觉得毛骨悚然 但是我看现在台湾的疫情 确实是用这个方法在操作的 我呢 有个绰号说叫街头艺人之外我有个绰号叫彭半仙 真的我对政治上的推断跟对人性的理解 我的判断 十拿九稳 十次说法九次正确 真的我不骗你 你们如果长期从政经现实P开始看 我当年是最早看穿柯文哲的人 我也是最早看穿蔡同学的人 我也是最早看穿 而且断言蔡同学的口袋人选是陈其迈 不信你们等着看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赖粉你们白等了 再等八十年也没有没有份 陈建仁只不是拿出来呢 当碾鱼笑应 拿出来告诉陈这个陈其迈说 我还是有口袋人选 虽然你掌握我38年假论文的核心的证据 这一切操纵包括今天的疫情在内 包括大笨中要选哪里 背后其实只有一个背后铃 这个背后铃就是那个38年的大骗子蔡同学 而蔡同学的所有布局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怎么样让他的论文门能够蒙混过关 其他都是假的 台湾死个2000万人都跟他没有关系 阿公啊爬来他也是可以跑 所以他才会说台湾的国防呢24小时 为什么24小时你想过吗 24小时可以让他可以逃走 这是台湾建军备战 到目前为止他的沙盆推演 我会不会讲话讲太直了 今天我因为不在台湾吗 所以你将奈之河吗 所以我才会讲话讲得更直白一点 越直白越是肺腑之言 各位姑且听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